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美国称霸世界百年内幕揭晓中国一个小动作,却让美国好日子到头了M1坦克接近千万美元,F22差不多的三亿美元多, 一场现代战争,那都是成千上万吨的黄金在燃烧,这年头能如此烧钱,打起战的真还没几个国家了,之前美国总统四川普通话就称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 哎,最大的错误,那为啥美国飞蛋没有打穷,军费反而越涨越高,越打越扩呢? 刚抛出这个问题,怕就有热心观众说话了,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水不水啊? 特总统的话,你还信,美国一直是把战争,当成了自家武器的展销会,卖武器赚大钱才是正事,卖武器是很赚钱的, 但去年美国人卖枪卖炮卖坦克,就赚了123亿美元,不过如果虎哥就给各位说些这,那可真是小瞧了无所不知的虎哥了, 美国军火贸易暴力不假,但这也仅仅只是他们打仗不穷反复的表象,想过没想过,为什么美国人的武器,无论是种类还是销量都是全球第一, 真是因为他们的装备别人造不出来吗?就拿国际军贸市场中的大土豪,中东那些王爷们来说,你以为他们买M1坦克,F16飞机真是买武器吗? 与其说他们买武器,倒不如直接说,他们是在给美国人行贿,行贿,对,就是这个词,虎哥最近茶喝多了,大家别敏感,爱于美国手上掌握的权力, 中东那些金灿灿的王爷们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世袭网屁,就不得不给美国人送银子,但是太直接的送钱太不好看,就换成掏大钱买装备了, 美国到底赚着什么钱呢?能让那些王爷们俯首称臣呢?很简单,就是靠美元,石油和枪炮支撑的全球霸权, 美国的超级大国和美元密不可分,美元又是衡量石油的价值尺度,而世界第一的军事力量又是这所有的武力保障, 谁敢挑战美元低位,就用枪炮搞谁?被绞死的萨达姆,还有后面的卡扎菲就在那看招勒,提起被绞死的萨达姆,就得说伊拉克战争了, 15年后的今天恐怕没有人相信这场仗,只是搜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么单纯吧? 对于美国人来说,控制了海湾地区,就控制了石油,控制了石油就拿下了全球,可莫长眼的萨达姆当年居然打算着废除石油美元结算, 改用欧元,这还得了,蓝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断了美国人的财路,美国人能放过他吗? 所以开打,所以一仗就把战前不到40美元的油价打上了天,这还没完,油价打上天了,美国国内的石油财阀表示支持,打仗,军队的武器也得买,这样军工大佬们也表示支持, 当然打仗也不止需要坦克飞机,武器装备,几十万人吃穿用度的后勤也是大消耗,美国国内各行各业的普通老百姓也很支持,毕竟需求多了,就业率也就上来了,老百姓的钱袋子也能鼓一些,所以说美国是一个绑在战争机,气伤的国家一点都不为伯,毕竟不打仗,庞大的军火产业怎么办? 支手支天的军火大佬也不同意啊,自从二次大战后,美国的军工企业就变成一只巨大的怪物,无论是洛马,波音,还是通用这些军工寡头们的势力,已经深深地渗透到美国国会,政府,军队的每一个角落,不打仗就意味着他们难赚钱,这还了得,所以就算没有战争,他们也要搞点事情,制造战争的, 15年过去了,伊拉克这场上美国人真赚了吗?非也,任何赚快钱的行为,都要付出代价的,短时间内,美国的飞机,坦克,的确让他们的经济形势转好了些,但好好算算账却没有这么简单,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陡增, 战争债券利息暴涨,伤残退伍军人的抚恤保障费用直线上升,国际上全球反恐形势不断恶化,国际形势动荡不堪,直到今天,全世界都还在为当年美国人的对一战争买单负账,战争从来都没有真正的赢家,短暂的胜利往往预示着更大的混乱,何则两利,战则两伤, 这个简单的道理虎哥身相,希望所有人都能理解,永久的和平才是所有人类真正的,最不可替代的福祉。